剪白那个剑 还想给少亲哥哥生孩子 简直做梦 这是爷爷最喜欢的古董花瓶 价值连城 这可怎么办 我想要你的心 给我半年时间 半年 如果你还没有爱上我 我就放你走 我怎么脑子一热就答应了 那个花心大怒 和沈曼妮不清不楚的 还想让我爱上她 简直做梦 简白 简白 爷爷把这个花瓶拿到她书房去 简白 简白 你居然打算李爷爷的花瓶 这是古董 价值好几个亿 你这是栽赃陷害 我找爷爷说理去 啊 去吧 啊 啊 什么你你干嘛 我的脸 我的脸 哎呀 那你 你怎么了 这个贱人 不仅摔坏了爷爷的花瓶 还把我的脸划烂了 一个不长眼的东西 这花瓶价值连城 就算把你卖了 你也赔不起 不是我 就是他 我刚才清清楚楚 人正物正俱在 你还想抵赖 我看你们分明是蛇属异 我狼狈为奸 你个贱人 你敢让我毁容 我也要抓了你的脸 你 放肆 你 还不给我跪下 盐盐 分明是那个贱人打碎了你心爱的花瓶 我不过是听人教训他两句 住口 一口一个贱人 论辈分 他是你弟媳 你怎可如此口无遮拦 爷爷 我知道错了 曼妮 你在夜间也住了不少日子了 你父母该想你了 收拾下 今天就回去吧 爷爷 我不走 带走的人是他呀 分明是他打碎了你心爱的花瓶 还弄伤了我的脸 给我赞 打碎了这么贵的花瓶 我不信老爷子就这么放过来 这其实是个赝品 不值钱 真品怎么可能随意放在客厅呢 岁岁平安 岁岁平安 就算花瓶不值钱 那 我的脸 你的脸是怎么受伤的 看看客厅的监控就知道 哦对了 你还不知道 我前两天 在客厅安装了谁想到我 他居然帮我对付沈曼妮 难道他和沈曼妮 不是我想的那样 行了少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你和小白随我来书房一趟 陈小姐 你这个伤口太深了 想恢复上原状至少要花一百万 啊 千万 你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知道 华瓶是曼妮打嘴的 只是她是我故去战友的孙女 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要喝得计较 放心吧 爷爷 我没有放在心上 这是少亲这小子在董事会上 力排众议给你争取下来的 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 合同立即生效 检视集团的股份 就是你的了 谢谢爷爷 谢我老头子干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做啊 谢谢你啊 替你省了一千万 打算怎么救啊 那你想怎么样 二少奶奶 二少爷让我给您的牛奶 放这儿吧 我一会儿再喝 二少爷吩咐我看着您喝完呢 知道了 你放在这儿吧 我忙完了就喝 夫人 记得喝啊 嗯 简白 沈小姐 救护车来了也没用 那个简白今天必死无疑 里面二十万 拿着钱赶紧走 原来我和孩子的命 在你眼里只值二十万 他怎么还活着 这不可能啊 我明明亲眼看着他喝下去的 沈曼妮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毒手 没有人可以抢走少亲哥 没有人 哦 你居然喜欢我老公啊 可我记得你是大少爷的未婚妻啊 哼 那个草 成天就知道花天酒地 哪一点比得上少亲哥哥 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跟他联约 还不是你老东西乱点燕燕 可恨的是 上次居然没喝下你敬的那杯茶 不然我就一时二秒 不对 是一剑三雕 爷爷 您请喝茶 你在那杯茶里也下了毒 他可是你爷爷 老不死 他不配 曼妮 你太让我失望了 爷爷 不是这样的 都是这个贱人 是他故意设计陷害我的 曼妮 爷爷是老 但没糊涂 小白 和爷爷说说来乱去买吧 爷爷 事情是这样的 都不是这样的 你还要留那小银群 对你 Influil 你还能繁昆 你跟我们的步骤 你都不去买吧 怎么办 你还不去买吧 你还多说 如果你把 rules 就可能双切 你先把买辑 你别犯了 我你别犯了 你这是我上下第的 你怎么跟了 你们现在我听到我 你一会儿带爷爷上二楼 我要让你们看一出好戏 我分明没有露出破绽的 你为什么会怀疑我 他说给我送牛奶是你吩咐的呢 简白对牛奶过敏 我怎么可能让你给他送牛奶 沈门逆 你还有什么话说 少亲哥哥 看在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这次就放过我吧 我再说最后一遍 我不喜欢你 也不会放过你 对了 你不是被赶出叶家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原来是你 安妮 我已经报警了 到了里面给我好好反省吧 怎么 爷爷不在 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你别得寸进尺 愿意和你在爷爷面前扮演恩爱夫妻 我已经人至一尽了 某人如果不喜欢我 为什么出了问题 会第一时间来找我 喜欢你 我可不敢 有什么不敢 没有人可以抢走少亲哥哥 没有人 老婆大人吃醋了 我才没有 老婆 你还怀着孩子呢 克制一点 到底是谁需要克制 是我 是我 我思想不纯洁 我去洗个澡 冷静一下 老婆大人 你把头转过来 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我今晚可不可以睡床上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今晚可不可以睡床上 老婆 你看看我吧 你往哪里赶 把衣服穿好 老婆 你往哪里赶 你好坏 叶少青 你好不要脸啊 叶少青 你睡了吗 你睡了吗 睡了 我就是想问问你 白天你和沈小姐说 我再说一遍我不喜欢你 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之前对她说过 就上次在书房里看到的那次 少青哥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啊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啊 我以为你听到了 我又不是顺风耳 那我以后爱你近点 这样你就能听到了 不许越界 睡觉 我以后 你不懂得 你什么意思啊 你哪个人 你怎么回应